民進黨中央為了落實黨主席賴清德 宣示的兩大革新目標 邀請40歲以下的青年黨公職 以及黨員座談 第一場就在高雄舉行 不少人都主張 網路時代溝通平台要更多樣化 民進黨在高雄市的黨員數 大約有五萬九千人 40歲以下的黨員數卻只有兩成 儘管今年大選民進黨在高雄 集出全雷打 如何加強跟年輕人的溝通 就成了當務之急 聚焦黨務革新 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親自領軍跟年輕黨員對話 強化溝通平台 希望能夠找回年輕世代的支持度 民視新聞政策所高雄市報導 市民政策所高雄市 部位 謝謝 謝謝 錦 杏